咱们接着往下来走 把这一行断点取消 咱们接着走到这行了 这行代码咱们先来看一下 咱们是进行了一个 用咱们刚才处置化的变量 掉了这么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detect landmark 咱们进这个函数里去看一下 我们传进去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就是咱们刚才读进来的 这个灰度图 一个bbox参数 就是我刚才指定的这么一个人脸框 这个人脸框只是我大致的指定一个 咱们进去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detect landmark里边 咱们来看一下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那么首先第一步要做 就是说咱们首先要做的 是不是说要把你的人脸 进行一个crop 我们来看这个crop imagine 做了一件什么事 咱们读进去来看一下 在这里传进来的imagine 就是咱们那个灰度图 通过cv2最开始读进来的灰度图 然后这个crop 我们看return是什么 return是一个self.top 到咱们的bottom left到right 那么这个top还有bottom 以及left和right是什么意思 这四个参数就是说 咱们人脸的一个位置 咱们要把 咱们对于这个输入图像来说 咱们不是指定一个bondbox吗 咱们要把指定的这个bondbox 给它裁出来 也就是说 最开始我不是指定了一个人脸框的 一个大致位置吗 咱们在这里先要把这个人脸裁出来 咱们先把人脸裁出来了 通过这样一个crop imagine 人脸裁出来了之后 咱们为什么裁人脸 大家记不记得了 咱们之前说过一件什么事 咱们预测的什么 咱们预测出来的点 是不是说相对于人脸框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咱们在这里 截出来的东西就是咱们的这个人脸框 那么对于截取完的操作 咱们给它resize成一个39x39大小的 就是说因为咱们训练的时候 是给它输入的是一个39x39大小的 所以说在咱们测试的时候 咱们要保证要保持跟咱们训练的时候 大小是一致的 那么这里它也是一个39x39大小 为了能够使得咱们这个输入图像读入卡费 卡费之前给大家说过了 卡费的输入格是什么 是一个第一个代表一个batch size 第二个代表一个channel 第三代表h 第四代表w 所以说咱们在这里给它resize成一个 1 1 39 39 1代表了一个一次读一张图像 后面这个1代表它是一个灰度图 这个代表是h等于多少 这个是代表w是等于多少 做完了这个resize之后 咱们是不是说 咱们之前在咱们训练的时候 是不是说把咱们的人脸做了一个预处理 怎么预处理的 咱们是不是做了一个简命 然后进行除菌质 所以说咱们为了保证跟咱们训练的时候是一致的 咱们在测试的时候也要进行一个简命除菌质 也就是说测试和一致 不是测试和训练 咱们要保持一致 在这里 咱们对这个测试的函数 对于这个测试阶段也做了这么一个操作 咱们还是要对咱们的图像进行一个预处理 还是要做一个简命除上菌质 那么现在这个图像看就是说它也是有正有负的 而且值都是比较小了 做完这么一个标准化操作之后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操作就是说 咱们要对网络进行一次前向传播了 咱们是不是已经现在把这个数据给它准备好了 那么数据准备好了之后 咱们是不是说可以利用准备好的数据 给它丢进去咱们网络的模型 然后呢 把咱们之前训练好的这个网络模型参数加载进来 用之前训练好的这个网络参数 去预测一下咱们新的数据的一个结果 咱们来看一下 这里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东西 咱们找到咱们那个Prototit 咱们随便打开一个Deploy文件吧 咱们看咱们最终想要什么 咱们往下拉 这有点卡 怎么拉不动呢 这个虚拟机简直是太费劲了 我们看就是说 现在最后咱们是不是说通过这个F2的全接接层 咱们得到了十个值 那么也就是说这十个值 代表着咱们最终想要的那五个坐标 五对坐标对吧 每一对坐标有两个值 所以说呢 咱们最终是想要这十个Label值 不能说Label值 十个预测值对吧 所以说咱们在这里就需要对网络进行一次前向传播 把咱们的数据拿进来 最后呢 咱们可以指定一下 咱们想要哪部分 比如说咱们想要第二个全连接层这个数据 咱们就可以指定咱们要这个第二个全连接层的数据 咱们来运行一下 这个Landmark就是咱们现在得到一个结果 现在得到的结果呢就是说咱们不是已经把网络模型训练好了吗 用咱们训练好的模型的参数把咱们的数据输入到网络当中来 前向传播一次去咱们最后一个全连接层得到的这十个参数 就是说咱们现在得到了十个参数五对坐标值都已经拿到手了 那么这个就是完成了咱们第一阶段任务 咱们第一阶段不是说要对全局做这么一个预测吗 那么现在咱们就已经完成了对全局做这么一个预测 那么下面咱们该做什么了 下面咱们该做这个第二阶段预测了 咱们现在想这么一个事啊 咱们第二阶段预测都需要什么 咱们从咱们训练的时候开始说起啊 咱们做这个第二阶段训练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利用了每一个点啊 每一个点咱们都有个label值 所以说呢咱们能裁出来这么一个区域啊 那么咱们测试数据来了 咱们是不是就没有这些label值了 没有这些label值怎么办 没有这些label值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说第一阶段已经预测出来一个值了 第一阶段咱们是不是已经得到了 我们看在这呢 第一阶段咱们是不是已经得到了 这五对坐标值了 那么咱们就可以对这五对坐标值 取它的一个patch 咱们刚才啊 已经说过了怎么取这个patch是吧 比如说都是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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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这么一个正方形当做一个patch 可不可以 也可以对吧 所以说呢咱们接下来啊 就是说要在咱们做这个第二阶段之前啊 咱们还是要做这么一个取patch的操作 只不过说呢 这回取patch啊 咱们不用给定了label值了 而是用咱们第一阶段给出来的这个预测值来取这么五个patch 说简单一点就是说要对咱们第一阶段预测结果进行这么一个微调的操作了 咱们接下来往下看一看 好 咱们接下来往下看 就是说在这行代码 这行代码咱们读进去啊 一点一点看 我们看啊 就是说对于这五 咱们是不是说现在有五个关键点啊 五个关键点咱们是不是要取五个patch啊 所以说啊 在这里咱们有一个for i in range 5 也就是说咱们五对关键点嘛 每对关键点都要取这个patch 所以说啊 咱们一对关键点 一对关键点来 我们先让xy啊 x和y等于咱们这个第一对关键点啊 第一对关键点x有一个值 y有一个值 这个值呢 就是说相对于人脸框的一个位置 那么咱们还是调这个get patch 这个get patch啊 刚才已经给大家说过说过一次了 咱们就不再重复了 就是说对于咱们每一个点呢 每一个关键点都取它上面0.6 下面0.6 左边0.6 右边0.6 就是这个意思啊 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 然后啊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 就是说咱们在这里啊 是不是有两种pading啊 有两种pading是什么意思啊 有两种pading的意思啊 就是说咱们啊 在这里也是取了0.16和0.18 看这里pading项有两种 咱们在训练的时候 是不是取了这两种pading啊 所以说咱们在测试的时候啊 也要取这两种pading 咱们先取这个0.16 再取这么0.18 第一次啊 咱们是取的0.x 也就是说第一次啊 咱们是取的0.16这个pading 拿好拿到了这个patch之后啊 咱们要对patch做一系列resize 以及reshup操作了啊 跟咱们第一阶段一样 咱们第二阶段的输入啊 是一个15乘以15的大小的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还是用cv2.resize 给它resize成15乘以15的大小 然后呢 reshup成咱们卡费的一个输入 1乘以1乘以15乘以15 这个跟第一阶段是一样的 然后啊 还是一个process imagine process完了 咱们就要调咱们这个CNN 我们看咱们刚才啊 是不是初始化了很多个 咱们这个卷积的网络啊 然后呢 在这里啊 咱们要对第1个啊 这里啊第1个是有说法的 就是说 我们第1个要是能跟咱们 第一个坐标是对应的上的 咱们之前啊 初始化这个网络也是这么 也是这么做的 所以说呢 咱们现在啊 要啊 现在就是说 要对咱们初始化的那个网络 进行一次前向传播了 前向传播啊 咱们得到什么 咱们是不是得到的 还是这个关键点坐标啊 只不过说 咱们第2阶段和第1阶段 有点不一样 第1阶段咱们是一个全局的 所以说咱们得到了 5个关键点坐标 那么第2阶段 咱们是取一个patch 进行一个前向传播的 咱们得到什么 咱们只能得到一个 关键点坐标 那么这个第1啊 就是咱们现在得到的 这么一个关键点坐标了 好 然后啊 下面代码 我们看之前是取了 这么一个patch 之后啊 我们还要取一个patch 为什么 因为啊 咱们有两种patch 第一种是0.16 第二种是0.18 咱们为了使结果 更准确一些 咱们做了两种patch的选择 那么后面啊 这后四行的代码 就是说 跟前四行代码 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说呢 padding这个项啊 咱们是取的0.18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咱们啊 就是说 这个第1代表是 0.16这个padding 得出来的一个预测的坐标 第二呢 是0.18这个padding 得到的一个坐标 然后呢 这里啊 咱们还要对第1和第2啊 还要做一个操作啊 咱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东西啊 可能大家啊 第一次做非常容易忘 咱们来想一想 咱们之前做一件什么事啊 咱们是不是说 你取了这么一个patch啊 然后把这个patch拿出来了 咱们预测的 是不是说 这一个点呢 相当于这个patch 相对于这个patch的 相对于这个patch的一个位置 对吧 比如说这个预测点 它有一个x和一个y 那么这个xy啊 是什么 是相对于这个patch 也就是说 咱们取了这个0.16 或者0.18 这么一个框 这么一个小框啊 一个关键点 组成了这么小框 这个相对于 这个小框的一个位置 对吧 那么咱们啊 实际上来说 咱们想要什么 咱们是不是说 想要的并不是说 它相对于 这么一个小框的位置啊 而是说 咱们想要的是 这么一个关键点啊 相对于咱们这个 人脸框的一个位置啊 也就是说 我们看这个大框 是个人脸框 然后呢 这个更大的框啊 是整个图像啊 大家先来注意点 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框比较多 所以说呢 咱们设计的坐标变换啊 也比较多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点 这块是最容易 最容易出错的啊 我之前啊 也是犯了很多的错误 尤其是在这些框的问题啊 尤其是这块 咱们第二阶段 得出来的结果 是相对于 咱们这个patch框的 所以说呢 咱们啊 要把它做一个转换 把它转换成啊 咱们这个坐标 是相对于 人脸框的一个位置啊 咱们还要做 这样一个转换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点 这点呢 是很容易出错的 就是说 在咱们这个 label的坐标转换的时候 这个label坐标转换 真的是很头疼的一件事 所以说这里啊 我们这两行的代码的意思啊 咱们就 不进去看了 咱们就直接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 咱们这两行代码 就是说 把它相对于 咱们这个patch框的位置 转换成了 它相对于 这个人脸框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 转换完之后啊 咱们要做什么了 第二阶段做完了 咱们是不是说 第二阶段相当于 在第一阶段上 又做了这么一次微调啊 所以说 咱们微调完了之后啊 咱们要更新 这个 咱们得出来的 这个预测值了 我们看在这里 咱们进行了一个 更新的操作 Landmark是咱们 第一阶段的结果 对于咱们Landmark 这个i 第零个坐标 也就是咱们 左眼的坐标 咱们要进行一个更新了 更新结果的什么 等于第一和第二的一个均值啊 0.6拍顶 和0.18拍顶 两个拍顶的一个结果 球上和再出于二 也就是说 算它们的一个平均的结果 那么最后呢 再return这个Landmark 就可以了 我们看 这个复兴环 是对咱们的第一个patch 进行了这么一个 Landmark 更新的操作 那么之后呢 咱们还有五个patch 是吧 每一个patch啊 都要进行相同的操作 每一个patch啊 都得出来了一个 可更新的Landmark 那么最终呢 咱们是得到了 最后要return的这个Landmark 要return的Landmark呢 就是说 通过了咱们第二阶段 完成的 一个新的一个 矫正后的一个结果 我们看 现在咱们完成在这里了 然后呢 咱们第二阶段完了之后 咱们要做一些什么事了 咱们是不是要做 这个第三阶段了 第三阶段相对 第二阶段来说呀 有什么区别呀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只不过说呢 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 再做这么一个微调 我们看 第二阶段 咱们的输入 这个Landmark是谁给的 是咱们第一阶段给的 对吧 那么第三阶段呢 我们看 这是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 这个Landmark是谁给的 是第二阶段的结果 我们要在第二阶段的结果上 再做这么一个微调了 我们看 传进来参数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吧 只不过说 最后的padding 发生了一些变化 咱们的这个Landmark 做了一个更新 其实啊 代码还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还是掉这个参数 只不过说呢 咱们把padding 做的稍小了一些 其他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个第三阶段 咱们就不再一个一个去看了 其实啊 跟第二阶段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完成了第三阶段的操作之后啊 咱们再来运行一下 咱们直接给它return回来 直接到这了 我们把这些啊 注释现在都给它取消掉 好 那么现在 哎呦 看现在到哪了啊 现在到 哦 还不是这里 啊 对是这儿 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得到了一个 final landmark 对吧 那么咱们现在啊 通过三个阶段 咱们得到了一个最终的landmark 咱们是不是说 还要把landmark进行一个还原呢 咱们现在得到什么 哎呦 这块 咱们说这个坐标的 这坐标转换说的好多了 咱们现在得到 是不是说 相对于人点框的一个坐标啊 那么咱们要干什么 咱们是不是说 要把这个 相对位置的坐标啊 转换成 这么一个绝对的坐标啊 咱们这点 还要做进行一个坐标转换 我们现在什么 现在得到的 都是一个相对位置 都是一个零点几的一个位置 咱们还要进行一个转换 转换完了之后啊 现在得到的这个几时啊 90多100多呀 140多 115啊 就是咱们最终 得到的一个真实的位置了 那当咱们得到最终的一个 真实的位置之后啊 咱们就完成了 这个关键点检测的任务 那么下面 咱们再 把代码说完吧 下面就是说 最后咱们还要做点什么事 把这个关键点找到之后 咱们是不是还要给它画出来啊 哎 这块有个画图的操作 画图的操作啊 就没什么难的了 对于咱们这五个关键点 把每个关键点 用CV点 这个画个圆 用CV2啊 咱们掉它一个参数 画个圆就好了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来实际的运行一下 看一看啊 咱们现在给大家说的 这个 咱们现在提出来这个算法啊 这个框架 以及呢 咱们这个三个阶段的模型啊 或者说咱们网络啊 到底呈现出来一种 什么样的效果 咱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走 表现 雰铊